大家好,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二维蓝牙条码扫描器GS-M500是如何和苹果的智能手机iPhone5进行连接的 首先呢,我们先要把这个条码扫描器进入到这个把电源打开 打开之后呢,首先我们需要把蓝牙条码扫描器进入到配对模式 只有进入到配对模式之后呢,我们的手机呢,才能够发现我们的这个蓝牙条码扫描器 如何进入到配对模式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扫一下这个配对条码 扫完配对条码之后,我们的扫描器呢,会自动的,这个蓝色指示灯会自动闪烁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手机进行寻找我们这个蓝牙设备 好,我们现在把手机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们进入到这个设置界面 设置界面,我们在这边呢,把这个蓝牙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们手机呢,会自动寻找到一个蓝牙设备 就是Gener Scan Bluetooth 3.0 Buckel Scan 这时候呢,我只需要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这时候手机就会发现我们的设备并且进行连接 连接好了之后呢,我们的扫描器的蓝色指示灯呢 这时候就会熄灭了 熄灭了之后呢,这时候我们手机跟蓝牙条码扫描器就已经成功连接好了 这时候呢,我们随便开任何一个这个计时版的软件 也就是说我们的扫描器 只要是有光标的地方,它就可以把条码扫到这个光标的位置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条码扫描器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的条码到这个手机里边去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条码的样板 最小的是三米尔的条码 所以我们的扫描器呢,是完全可以扫三米尔高密度的条码 扫描速度也是非常快 我们的扫描器呢,不仅仅能扫描二维条码 也同时可以扫描一维条码 这个呢,是一个一维的三米尔的条码 这是一个三米尔,五米尔的一个一维条码 那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扫描这个 对战,对战式的PDF417的条码 看扫描速度也是非常快 好,我们扫描完了条码之后 如果我们需要输入这个 用键盘,用手机的软件盘进行输入条码怎么办 那这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去 按一下我们的条码扫描器的按钮 你会听见嗶嗶的一声 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扫描器的按钮 扫描器的这个软件盘就会出来 这时候你可以进行软件盘的输入 输入完了之后 如果您还想继续输入这个条码信息 那这时候您只需要再扫描一下条码 那条码信息就可以扫描进去了 同时呢,我们还配这个随机配了一个扫描器的背夹 这个背夹呢,可以把这个 我们的扫描器呢,卡在背夹上面去 卡到上面去之后 这样呢,我们可以把手机和这个扫描背夹 伞在一起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单手来操作我们的这个iPhone5 这时候iPhone5呢,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专业的条码数据采集终端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手机对正这个条码就可以进行数据扫描 这样使用是不是很方便呢 好,谢谢